在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 北京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 第二届学校京剧文化节展演 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 这次的演出先以学校酒剧特色的花枝韵 民乐团的民乐演奏拉开序幕 随后孩子们一段段传统京剧的演唱 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北京市和朝阳区教委领导 即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老师们观看了演出 这一台戏可以说是用了六七年的时间 我们经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创新 来促使我们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的展现 所以我想说校园国剧 它确实是现在是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在孩子一生的成长中 能够是生根发芽 开出绚丽的花朵 在梧林上 在梧林上 歌唱一切 从不想 进化 美国 看大火朵 在梧林上 歌唱一唱 因为京剧可以说 二百二十七年的历史 它展示的中国传统文化 非常优秀 非常好 但是有些剧目 不是和孩子们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校园国剧 做到既符合孩子们的思维理念 又符合现代人的思维解义 传承是非常主要的 没有京剧进校园 就没有校园国剧的起步 我们要做校园国剧 而不是单纯传承京剧 在这次京剧文化节的展演上 共有三个校园国剧演出 其中介子书是诸葛亮 留给后代的遗言 他教育后代如何处事做人 苏式锐智是苏式锐智体现的苏式哲理 夜幕无知 则是运用三维艺术空间的处理和京剧表演 通过一个行会和聚会的古代故事 让人们懂得了如何清廉为观的道理 中间上落 百姓惠平 四肢灵眼 肢体有声 国罪困难 景氏滑下 那里面非常兴奋 非常激动 我觉得学校的老师 领导 还有我们请来的专家教授 还有我们全体可爱的小朋友 为了咱们振兴国粹 把京剧培养到我们最年轻的心灵里 将来呢 这国粹才能够发扬光大 只根于年轻人一代一代的心灵里 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娃娃 能够把京剧 记得心灵 跟你们一块长大 发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